少年啦 才平昂 小妹妹提攬 太痛快 资深艺人张琪出道至今已60年 经典歌曲《我一见你就笑》 《情人桥》 《人生之人心》 她淡出荧光幕后便投身公益活动 不仅成立喜盛补助基金 还为十字镇兵友举办公益演唱会 近期也将在国父纪念馆举办告别座演唱 重现今天好歌 也为失智家庭送暖 我更要谢谢所有的支持我们 爱护我们的好朋友 还有我的林淑敏 我们弘扬孝道基金会 在七年前就跟我们台湾失智症协会合办过 卡拉OK的失智症的联谊赛 而且冠军者 亚军者 都把钱回馈捐回了台湾失智症协会 其实在七八年前我们就合作了 这一次当林淑敏 我的好妹妹 她知道这件事第一个率先 马上直接把捐款就捐到协会来了 那我要谢谢我们的大金 这么人死 从兰迪的孩子 今天可能有两台全新的空气清净机 我不知道部长到了 没有 我不晓得 但是当我说我要买一台 捐给失智症协会 他说 man 我们来赠送两台 因为新鲜的空气 对长辈也好 对任何人来讲都是很有帮助的 那点点滴滴 无论你是买票 你是捐款 我们希望台湾失智症协会 我们在艰困的日子 我们撑下来了二十几年 其实我跟徐温君是搭档 我们在二十几年前就在推广 了解什么叫失智 绝对不是老环天 现在已经年轻化了 所以我们要多用大脑 唱歌不信你上网查 你问哥哥 一定是所有里面对身心灵 最有帮助的一个不灰 不要花太多的钱 只要你张嘴唱 我在中正跟国父纪念馆的 交卡拉OK 交了二十年了 当然不是为那一点车马费 而是跟大家讲 你我都有机会 那古巴乐团这七十年来 谢谢我们陈总裁 出钱出力 支持因为在民间 能够活得这么久的一个乐团 真是没有的 七十年 我唱了六十年 但是我的琴仁强 我的杯酒高歌 都是跟古巴乐团 我更感谢这一次帮助我们最多的 我们的台湾一起公益 还有我们的刘国伟先生的 从背后协助 我们希望不管家里有长辈也好 是有你的年轻的失智的朋友 要走出来 要学习今天来参与 我们又会唱歌 又有才艺 让老人家走出户外 参加各种不同的活动 林荣誉啊 她在台下什么都不记得 你上台就会唱歌 对 她一唱就不停 而且歌曲一个字就不落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就是根深蒂固的 就是吃这行饭的人 唱歌真的很有帮助 我觉得真的 你可以练练歌 我太终没有用了 坏掉了 所以张琪姐呢 琪姐呢 给我这机会来练歌 我觉得很谢谢各位 骗呀不是什么练歌 来表演 谢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年轻小朋友 大家能够支持一下 我们老人家六十年的演出 真不容易活这么久 真不容易活这么久 六十年还在台上唱歌 好谢谢有这个机会来 真的让大家来认识失之症 那认识失之症真的是刚刚 刚刚琪姐其实她非常的清楚 要早期诊断 然后要早期预防 然后早期介入 早期介入其实包括 要比如说处理财务 刚刚有提到财务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早期 就要开始练歌 因为我们唱歌跟说话的 脑部的部位是不太相同 所以练歌你把歌背起来了 那将来什么都忘记 但是会唱歌 然后练歌又可以训练记忆力 又可以运动 比如说我自己本身 我也在合唱团唱歌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 那所以呢这个我想也是也呼吁 我们的大众的朋友 其实失之症不可怕 失之症就跟其他的疾病一样 他都是一个我们可能会遇到的 而且人口还不少 现在大概三十一万三十二万 台面上的 台面下的 那三十一万就是三十一万个家庭 不是人 因为失之症所引起的问题 其实是家的问题比较多 那所以呢 其实因为认识了失之症 大家就会认识这个家的重要 所以我想刚刚琪姐也提到这个 其实我们要从家里开始做起 这个培养好关系 以后就没有关系 得什么病都没关系 台湾失之症协会指出 国内失之人口已达三十二万 失之症目前无法治愈 但透过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以及良好的生活安排 社会参与 仍可控制病情 透过金曲怀唱 也可以带领失之者回忆 有助促进正向情绪与表达 对失之症 不是人人愿意得到的病 但是因为我们得到了 他得到了失之症 但是我们愿意走出来 让大家知道失智不可怕 你只要走出来 我其实让大家知道 其实我们仍然可以 像正常人一样 生活 作息 各方面 只要你愿意站出来 那生活你就会更精彩 那这次的演唱会 真的是谢谢几位大哥大姐 你们真的是看不出来几岁 我都觉得有一点点这个惭愧 那谢谢他们能够呼吁大众朋友一起来 参加这个活动 那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 或者是带着小孩一起来 我觉得我们的小孩一直都是听的歌 可能跟这个琪姐要唱的歌会有差别 但是让他们能够认识更多更多 我们这个台湾对整个社会很有贡献的这些艺人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大家听到琪姐不是只有一个艺人 其实大家都是非常的热心公益 而且关心我们的这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一起来 那邀请你的朋友 尤其是可能有一次这个失智的家庭 其实大家可以来邀请他们一起过来 了解失智症 我们现场也会有一些的朋友的分享 所以我想失智症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不了解 甚至误会 觉得失智症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想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好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来支持台湾失智症协会 因为这个台湾失智症协会是代表台湾 这个参加国际活动的一个协会 唯一代表 所以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的0800 474 580这个咨询电话 现在也是全国都可以通 所以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这个电话 帮他走失 是我们这个走失也都可以来 我们也有一个协讯的一个网站 所以大家也可以上去利用 张琪有感多年照顾家中失智长者的切身经验 也特别到睿智互助家庭与失智家庭合唱 传递温暖 希望透过自身力量 呼吁大家一起关怀失智症家庭 记者问君台北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失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失败